10分钟就能搞定 实在太好喝的汤 饭店一份卖38 今天教你在家做成本不到5元 学会了家人都会夸你是大厨 首先准备一块嫩豆腐切成细长条 嫩豆腐细腻滑嫩口感会更好 超过水的木切成细丝 把火腿肠切成细长条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焦做菜 只想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 感谢大家的支持 准备一个碗往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盐和白胡椒粉 一勺生抽和两勺陈醋 然后搅拌均匀之后备用 我老婆今天想吃麻辣香锅 就再教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做麻辣香锅的方法 准备大虾丸子和自己喜欢吃的蔬菜 锅底水开之后把刚准备的食材下锅煮熟 煮熟之后捞出备用 锅底油热下姜蒜和干辣椒炒香 好吃的关键是加入一的麻辣香锅调料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用再放了 炒香后加入刚煮熟的食材 翻炒均匀 放入黄瓜和洋葱 再稍微翻炒下撒入白芝麻和香菜 麻辣香锅这样做麻辣鲜香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做法很简单 真的是太好吃 解馋了 好了 接着把锅里水烧开之后下入豆腐 再放入刚准备好的木耳火腿肠和金针菇 大火煮开之后倒入刚调好的料汁 接着把食材都煮熟之后再淋入一点水淀粉 加水淀粉是为了让汤更嫩滑更好喝 煮开之后再淋入一点鸡蛋液 用筷子放碗边这样一圈一圈的淋 淋出来的蛋花会更好看 煮熟后再撒上一点香菜和葱花 再淋上一点小磨香油 美味继承 这样做出来的汤酸辣开胃 做法简单又非常的好喝 再搭配上美味的麻辣香锅真的是太解馋了 喜欢就在家试试吧